来了来了兄弟们 今天依旧是装备随机挑战之 瞎吐改枪 这局随机到的一套装备 可真是非常的不错 一把雷饼灯加四级黑甲加顶级妹头 就我这装备 就算是碰到了全装 咱也不怕 地图依旧是熟悉的寒线 不一样的是 今天还带了直播间的一名水友来雪转 能否雪转 你们接着往下看 开局复活点是在海关的路 当时我看到这个复活点 我甚至都想直接断开连接下一把 小只一扎 我和水友直冲两院 到达两院之后 还是老套路 复活点远嘛 咱们就先去行政楼 听听脚步 看看东西楼都是个什么情况 刚进行政楼就遇到一个AI 这一下直接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那么也不用听了 直接选择是冲东楼呢 还是冲西楼就完事了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冲锋西楼 刚从西连郎进入西楼 就听到了敌人踹门的声音 而且还不止一下 当时听的位置好像是二楼205 随后我和队友开始清点 我在中选往楼上清 队友在大选往楼上清 准备给这个敌人打掉 这时听到了另外一个敌人 在二楼的中段还有一个 上二了吗 我中选上二 我在 我在倒下 我中选上三 你清一下二楼 二楼中段有 205有 好像也有 中段也有 你跳下来了 不是敌人打 打掉第一个敌人之后 听到另一个敌人赶了过来 我直接选择上三楼反架一手 我打撞他 估计这第二个敌人 死都没想到 我会在他头上 两枪给他打掉 该说不说的 这M62子弹还是顶 确定没有其他敌人之后 开始填包 拆掉敌人枪上的配件 我是把灵明灯直接满改 甚至平时最难找的消音 对面都给我准备好了 填完这两个敌人之后 又发现了东楼那边还有一个人 我出来 并且我还点了他两枪 就我这两枪兄弟们 就算是对面不死 也得大惨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和队友简单沟通了一下 让队友在西楼继续加点 我直接冲了过去 当我到达东楼的时候 确定敌人还在阳光通道 左手厕所的房间里 这个时候队友冲了过来 准备和我一块 搅了这个敌人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枪就给队友打掉了 好家伙 我听到对方这个枪声 我当时就慌了 是一把打肉弹的毛喷 这玩是纯纯恶心人的 白边 闪光喷 不过 好在番子我技高一筹 给对方拿下 可惜的是队友死掉了 最后把队友的装备埋掉 又简单搜刮了一下 洞楼和行政楼 肥肥撤离 诶 视频开头说的什么来着 带水如雪传是吧 下次一定